哈喽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杜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年11月15号 那么到了咱们星期五的时间 那么整理的旁边节奏 那么又在今天即将说一个尾 那么今天晚上也会在直播之中 重点给大家做一个一桌的复盘的总结 和下一桌机会的预期 那么今天早盘还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日内打领的机会 那么大家也不要觉得硬房 打点训练是大家必须要攻克的第一关 那么这个点如果你都做不好 那么或许我觉得很难作文 所以说朋友们 每天的打点训练 大家要耐着心思好好去做 那么对于昨天的行情 其实给大家说到的点都还是非常清楚 不知道大家都参与了没有 首先英镑对不对 英镑昨天给大家交代的思路是什么 就是这个位置的震荡 大家不要想多了 这个位置没破坏之前 大家就按着这个结果去做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多单是不是起来了 是吧 这一波利润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可观的 接近60个点了 60个点的利润 好 这个是英镑 昨天给大家提到的一些思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么今天呢 除了英镑 英镑目前已经上来了 这个位置其实不是怎么好去安排 它有一个矛盾点 第一个点 它在这个位置依然是震荡的压力位 但是 目前来讲一小时级别 它又呈现出明显的强弱关系 这一段 是吧 它又明显的强弱关系 有可能制止它走领导 所以说在这个模拟两可的地方 咱们就选择不参与观望 咱们永远做有把握 概率偏向我们的这种行情 所以说英镑不作为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那么今天主要的对象 第一个可以把目光锁定在云游 云游当下的结构 大家应该从这样一个局部的状态来讲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抛开之前四小时级别大的震荡走势 这样的一个15分钟级别的行情 我觉得非常的清晰 对不对 整体来讲从这里下来 昨天进行了一波跳水 然后今天又在入市的往上走 那么在这个相对的高点 要么是内回挡 要么是正回挡 一定存在一个空点 对不对 这是我们云游 今天可以去期待的一个行情点 我觉得还不错 从结构 从目前的强弱关系来看 这个空都还不错 均匀性比较高 所以说今天云游 咱们只需要等到高位空的一个点 如果是内回挡 咱们看76.4或者61.8左右 如果是正回挡 咱们就看情高 结合时间节奏来看 我们到时候会给它做一个判定 所以说今天云游的一个回挡的空点 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行情之一 是吧 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除了云游 那么今天另外一些打顶的机会 其实黄金来讲 去做打顶 也同样没什么问题 朋友们 黄金目前来讲 朋友们 这个情况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清楚 昨天给大家说到了 这样的一个压力位 压力位 位置附近 对不对 还是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那么整体这一波的节奏 那么进行了第一笔 第二笔 对不对 昨天给大家说下来了 去做回挡的多点 很可惜 昨天没给到回挡的多点 但是这个思路依然保持不变 只要能够给到低位的价格 咱们就去做回挡的多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好 那么这个还没有到 咱们究竟看看15分钟级别的行情 能不能给到一些参与的机会 目前15分钟级别的行情 我觉得到底还比较清晰 整体来讲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从这里来讲 下来了 那么第一笔立断的下来了 日内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紧性的支撑位 做个打顶的思路 问题并不大 这个位置应该也是我们不灵带下轨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不灵带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对不对 也就刚好在这个位置 和刚才15分钟级别了这个位置的支撑 能够形成公正 所以说这个位置去短信打顶 我觉得问题并不大 抓个小几十个点 应该来说还是可以值得去操作 好 那么这个是黄金的思路 今天大家关注这个位置 打顶做多的机会 打顶做多的机会 好 朋友们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黄金的安排 那么今天刚才说到了黄金和云游 那么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点 那么在空间利润上面 一旦抓住了也会不错 因为黄金云游 他日耐的波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希望大家能够重点去对待 行 那么今天的早忙分享 就给大家说这两个 喜欢我们节目视频的朋友 可以去优酷腾讯去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公众交流 行朋友们祝大家交易双利 咱们明天再见